I don't wan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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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Stephanie 溫小弘 世界大秀能借由幕後看見廣大飾演 台灣是有一股觀念跟潮流正在發生之中 穿上西裝會給人不一樣的氣槽 經過我們正國美地綠色農業合作之後呢 讓我們在養殖的過程裡面更輕鬆 裡面的話有酒破三種味噌 所以它的味道會比外面知道再豐富 和裝行列它是瞬息萬變的 獨特的一個裝飾就是發揚傳統東方優雅的回色 大家好 我是Stephanie 溫小弘 每次在報導華美而步調緊湊的世界大秀時 你是抱著朝聖藝術品的角度來觀賞 或是想預先看見新一季的流行元素 它的熱切又或者是細膩的想參透無數設計裡的內涵呢 每一年都能參與米蘭及台北魅力展的我 除了剛才提到的因素外 更能藉由幕後的執行看見更多的廣大視野 對於愛好時尚的人來說 一件傑出的設計能帶來無限創意的延伸 而對於真正的業界人士來說 下了伸展台後的秀場才是真正的戰場 而這次我們就藉由剛落幕的上海時裝周 來體會時尚商業的各種奧妙 搶先預告2016春夏流行的上海時裝周 隨著10月的法式舞童層層軟黃 在飄著秋逸新天地太平湖公園舉行 為期9天的活動發佈了共45場時裝秀 聚集了50個充滿創造力的中外時裝品牌 發佈最新系列的作品 而更重要的是讓富含中國設計底蘊的 本土設計原創品牌 能藉由這樣廣大的平台展示獨具個性的作品 隨著中國對於時尚產業的見趨成熟 除了這些設計師與明星 在這週內的動向讓人緊追不捨外 今年的時裝周上被更多提及的 是各間Showroom的名字 和今年春天才第一次公開亮相的Mode 在歐洲Showroom是產業鏈中十分成熟的一環 時裝周期間舉辦的靜態展示空間 讓買手得以直接觸摸 感知時裝的每一個細節 並與設計師進行交流 進而帶來訂單 近幾年成為亞洲時尚焦點的上海 伴隨著消費者對量產設置品的厌倦 以及新興買家對新銳設計師的青睞 使得獨立設計師品牌 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大量的供需數量 龐大的資源 與背後強力的支持 也讓它在短短的時間內 就能形成一個頗具規模的聚集地 要說Showroom是整個採買行為中最重要的渠道 也不為過 包括已經在香港舉辦四屆 以往大多以聚集歐美設計師品牌為主的The Hub 也首次進駐上海 而這次最亮眼的就是今年春天才首次登場的Mode 400個中國本地及國際的時裝配件 皆能在此接受買家們嚴格的審核 近年來中國時尚產業的發展 一直備受關注 強大的購買力與生產力 讓歐美各國不敢輕視 從迅速崛起的Showroom和百花齊放的展會中 就能窺見一二 一個成熟而考量從設計發想 食品製作 展演亮相 品牌策略 最後到零售鋪路的一條線操作順勢而出 使更多買手 轉銷商 代理商 與設計師 品牌之間提供了更為精準定向的溝通平台 正是因為這些展會後的提供各國採購買家 鑽研了解的機會 才能讓整個產業鏈條更加完整 所以嚴格來說 時裝周真正的戰場 不再只局限於伸展台上 而是穿梭於Showroom和展會之中的全新體驗 幫助設計師和品牌明確自身定位 實現從秀場走向市場的完整過度